提案第36条 劳工每七日中应有二日之休息 其中一日为例假 一日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 1. 依第30条第二项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例假 每二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 至少应有四日 2. 依第30条第三项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例假 每八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 至少应有16日 3. 依第30条之一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二周内至少应有二日之例假 每四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 至少应有8日 雇主时劳工与休息日工作之时间 进入第32条第二项 锁定延长工作时间总数 但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 雇主时劳工与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 其工作时数不受第32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6条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二日之休息作为例假 清明党党团提案第36条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二日之休息作为例假 委员吴志阳等三人所提修正动议第36条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二日之休息作为例假 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委员会所提修正动议第36条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二日之休息 其中一日为例假 一日为休假日 第37条锁定之休假日 不列入前项制计算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受第一项规定之限制 以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例假 每二周内之例假及休假日至少应有四日 2. 依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例假 每八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十六日 3. 依第三十条之一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二周内至少应有二日之例假 每四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八日 雇主时劳工于第一项休假日工作之时间 进入第三十条第二项锁定延长工作时间总数 但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 雇主时劳工于休假日工作之必要者 其工作时数不受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 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动议 第三十六条 劳工每七日中应有二日之休息 其中一日为例假 一日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进行之一 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 一 依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例假 每二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四日 二 依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例假 每八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十六日 三 依第三十条之一规定 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二周内至少应有二日之例假 每四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八日 雇主使劳工与休息日工作之时间 进入第三十条第二项锁定延长工作时间总数 但因天在事变突发事件 雇主使劳工与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 其工作时数不受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 清明党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冬议第三十六条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二日之休息作为例假 中国股民党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冬议第三十六条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二日之休息作为例假 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院会所提修正冬议第三十六条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二日之休息 其中一日为例假一日为休假日 第三十七条锁定之休假日不列入前项制计算 雇主由下列进行之一不受第一项规定之限制 一 依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例假 每二周内之例假及休假日至少应有四日 二 一 依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例假 每八周内之例假及休假日至少应有十六日 三 一 依第三十条之一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 劳工每二周内至少应有二日之例假 每四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八日 雇主使劳工于第一项休假日工作之时间 进入第三十条第二项锁定延长工作时间总数 但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 雇主使劳工于休假日工作之必要者 其工作时数不受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制限制 宣读完毕 好 谢谢 那么报告演员针对第三十六条已经有十四位登记发言 所以我们现在停止登记 那么现在有陈委员齐迈声明对刚才之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有徐委员裕人声明对刚才之表决 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有王委员惠美声明对刚才之表决 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有黄委员韋哲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现在我们进行花园 首先请吴委员致阳 主席各位同仁 这次劳基法的修正有这么多条 其实起因还是在一开始的恶例或者一例一休 那其实我们本席提这个恶例 其实发新其实很简单 就是落实各党总统在参选总统的时候的政见 落实周休二日 台湾的劳工过劳 这个是大家都认知的事实 那好不容易有个机会 真正的落实周休二日 所以我们把这个条文很简单的 把它加在一横 就是有两日作为例假日 其实如果这个大家能够接受的话 其实你就看 不必下面那么多奇奇怪怪的 变形的一些规定在里面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初心 台湾的劳工难道不值得一个礼拜 让他好好休息两天吗 其实在之前 我们每周的工时变40小时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配合的一个部分 周休二假日 例假日 然后每天工作八小时 乘以五 八五四十 我觉得这个基本概念在这里 老板跟员工也比较不会在这边耳鱼我诈 在那边斤斤计较一些事情 真正需要加班请在礼拜一到礼拜五 让员工来加班 然后按照加班的相关规定来给付 这个是非常非常单纯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 如果周休二例这件事可以定的话 劳工能够充分的得到 每周两天保障的一个 很好的休息日的话 我相信其他的议题上面 大家会比较好谈 如果一例一休 大家等于是把 现在在每周工时四十小时的时候 现在实际上 劳资双方发生的一些变形的做法 你反而把它法制化了 本来大家就很担心这些事情 现在这样子休 一例一休 加上这些什么加班费又乘以几 这个等于是把这个过去 大家担心的变形的一些做法 反而变成法制化 越修越复杂 所以我在此也希望大家慎重的考虑 干脆其他条文再说 先把二例定出来 二例 不要再以台湾 不要再以工作时间的长短 来衡量我们的工作能力 我们的经济力 在欧洲 工时最长的希腊 是要破产的国家 工时非常短的德国 是欧洲最长的国家 那不要忘记 周修二例这两天 不是在浪费时间 同样有一批的人 他做的服务业 或是其他的行业 他需要靠 好 谢谢吴委员 下一位请柯委员建民 紫西 各位同仁 我刚才讲的政治不是抹黑的 但是我要另外讲一个 更深层的意义 政治绝对不是讨好了 是要负责的 现在36条 大家来看看 民进党 我刚才讲说 整个的配套 36条是配套 还有刚才24条 31条 30条之一 完全是在 回归到36条 36条 我们讲的一日一休 肉食做休日 这休是什么 休是让劳工 有机会去 去加班 而且加班位已提高 我们所有工时都确定 加班的时间 每天一个人可以46小时都确定了 但是我们来接下来看其他各党版本 实在量一开始就两例 那最近转到一例一休假 国民党亲民党都是两例 国民党亲民党都是两例 那实在量转到目前为止 一例一休假 那我们接下来看待 全世界 请各位找出一个 礼拜六 礼拜天都不能上班 全国不能大小企业 服务业吧 一天一拜 那两天都没在上班 请集出一个国家告诉我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怎样 台湾经济是超越全球吗 台湾经济现在是 所有人最期盼我们的经济能够取飞 所以我们提出 一定一休 这是当然是有弹性的 让这个一休的时候 是可以加班的 很多劳工 期盼加班 很多劳工 工资低的时候 他希望能够有多加班的机会 这是劳势之间的平衡 假如说政治只好好 我们在呛赌工 我们切开最用的 是这样吗 连于现在我们还要面对 整个国家经济力的问题 我在科学前期 五五十年 有几家公司 台积电 有几家公司 林华科 整个台湾的产业状况 我们现在还面对什么 面对红色供应电 所以你现在主张 实在是这样转到一休假 那个休假是比照 然后计划 第四十条 天灾地面 才要上班 然后上班给加班薪水以外 还要移以补休假 这些都是 没有办法落实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 整个 我希望 整体都要说得说得清楚 哪一段出来 喊口号 喊口号你就像外面 外面的团体一样 我们尊重它 它是说运动当然可以喊口号 您用记住 谢谢 谢谢 客委员 下一位请 蔣委员 万安 主席各位委员 三十六条就是一例一休 我们在看这一条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砍掉七天假的配套 所以根本核心的问题 还是这七天国金假日被砍掉 那相关的配套没有关系 我们一一检视 最重要三十六条 民进党团提出的配套 一例一休 到底有什么问题 表面上看起来 劳动部提出的这个版本 自己创造了一个休息日 在劳集法里面 完全没有休息日 这样的定义 而今天 它的条文里面 表面上看起来 是要以价质量 但是我告诉各位 食物上面 执行上 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状况 因为雇主 他在禁用 聘用新的劳工的时候 他会刻意的压低底薪 他会就总体的成本来考量 算好你休息日 我叫你来上班 我会给你多少倍的薪水之后 他会在谈薪资的时候 降低劳工的底薪 造成不但是工时长 更会造成低薪的问题 也根本达不到 让劳工休息的情形 另外 三十六条 一例一休 看似休息日 给予1.34 1.67的加班费 比现行劳基法 0.34 0.67要多 但是 我告诉各位 现在食物上 你告诉劳工 来加班 给你0.34 0.67 他们不会来 食物上已经早就 给予劳工加班 1.34 1.67 你现在条文里面说 来上班一个小时 给你四个小时 请问 有雇主 会说 我给你四个小时工资 请叫你来 一个小时吗 所以根本上 与现在食物上的做法 没有任何的进步 没有任何的改变 如何能够说服我们 你的休息日 是可以以价质量 可以达到 让劳工休息 充分的休息呢 根本就是一例一休 为什么之后 要转弯 说这是周休二日 之前民进党团 一再说 这是一例一休 突然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而改变 他的称号 叫他周休二日 这是十分可笑的 根本没有办法 达到 让劳工实际 休息两天 所以 谢谢 下一位请 许委员 有名 刚才柯建民委员说 政治不是讨好 政治不是表演 那我想请问柯建民委员 你过去联署 一周二立架的法案的时候 那你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我刚才举出这些例子 大家过去的承诺 跟现在作为不一样 我不会去说 这是一个说谎的政党 我也不会去说 这是说谎政治人物 我觉得 我一直强调 那是党义的关系 真的没有其他出路吗 在这边 时代力量提出 一例一休假 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 既保证劳工 他有两天休假的机会 可是 他也有 加班 的权利 但是 为什么我们要提休假的概念 我们就是希望 他除了有加班费之外 他还能补休 这不是比休息日更好吗 我翻了劳基法 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劳基法 他有四种假 有特休假 有休息 有休假 有利假 如果我们真的要照顾劳工 为什么要发明这四种假 你不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奇怪的设计吗 照我们时代力量的版本 一例一假 劳工每七日至少有两日之休息 其中一日为例假 也就是大家一直讲的 除了天灾地变 不能 其实我们也觉得很怀疑 天灾地变 为什么还要他来工作 第二个 一为休假日 而且 第三十七条 所定制休假日 不列入前项之计算 我们认为 你让定为 一例一休假的情况之下 他是有加班的机会 如果他要 或是雇主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他们可以互相协商 可是更重要的是 你要补他假 从蔡总统以下 大家都在讲 要让劳工周休二日 什么方法 可以让劳工周休二日 让雇主 没有动机 增加他的成本 不要让他 一定要劳工 在休假的时候去上班 让他增加一个休息日 就算 他不得不 或是他经过协商的结果 他来上班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有一个休息日 有一个补休的机会在那里 所以 各位想想看 恶力 被批评为 没有弹性 一例一休 休息日 虽然有加班费 可是你就是不可能再有一个补休的机会 为什么 不能改成休假 让他休息日 变成休假 让他除了 真的 非得来加班之外 他有一个补休的机会 这样不是能 这样不是能 我 但是很难理解说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 你力一休 谢谢 谢谢 许委员 下一位请 陈委员 怡洁 主席 各位委员 在这里 我想再次的强调 亲民党对于 劳基法修正的这个 不论是协商或实质讨论 从来没有缺席过 我也很感谢柯总召 终于到最后 还记得亲民党的存在 记得亲民党是有版本的 所以在这里 再一次的强调 亲民党的立场 从来没有改变 坚持周修二立 而且也拒砍七天假 针对第36条的部分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讽刺的 蔡英文总统 当时是个候选人的时候 在2015年11月29号 发表他的 劳动政策六大主张 在缩短劳工的 年总公司的部分呢 他主张 我们要以减少 年总公司为目标 让劳工获得更完整的休息权 让工作休闲 与家庭生活 获得更好的平衡 但在每周四十公尺制度实施后 除非有少数例外 劳工每周休假两天 也应该参考公务人员的经验 全面落实 同时 劳工的特休假 也要贯彻实施 对于劳工普遍加班 延长工作时间的情况 他认为的是 要提高加班工资 并且彼此相互配套 现在听起来是何等的讽刺 那在今年的十月三号 却就拍板定案 要通过一例一休 以及砍掉七天假 我们的林全院长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定调说 我们不是砍 我们是拿下七天假 要让全国国定假日一致 但是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 根据劳动部的国际劳动统计 台湾劳工每年的平均工时 跟全世界主要国家相比 是排名第四高 而工部门就在民国九十年 就已经开始实施周休二日 公司部门劳动权益已经失衡 也是需要改善 所以不是像劳动部所说的 用提高加班费 来解决这个过劳的问题 而是应该透过修法 来有效降低年总工时 让劳工能够多休息 在协商的过程中 或者在实施讨论的时候 劳动部一直说 现在目前改的可以达到 倚价质量落实劳工周休二日 或者是一例一休 可以增加加班费 我们认为根本就是在说谎 因为行政院版的草案 只是反映现在的现状 有议价能力的劳工 也并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改变 而领到比现在行情 更多的加班费 而资方也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付出更多的成本 所以在这里 再一次的强调 亲民党坚持 我们所提出来的第36条修正动议 就是周休一例 应该改为周休二例 谢谢陈委员 下一位请红委员慈庸 您委员常走 您委员常走请准备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刚刚徐永明委员 已经把时代力量的 一例一架讲得相当的清楚 那为什么时代力量 本来从两例 那我们要调成为一例一架 这个原因这个背景 我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 企业界他们的声音 那我们也听到企业界的声音 以及劳工的声音 那现在呢 劳工他其实一开始 他们是坚持两例架 但是呢 因为各界的声音 所以时代力量这一边 我们做了一点妥协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例一架 那这一个架呢 我们是希望 他那一天可以有弹性 可以来上班 没有错 但是事后需要补给他 那一天的架 而在这个加班费的部分呢 民进党党团所提出来的是 要加1.33跟1.66 好那时代力量这一边的 一例一架 这个架我们只补一倍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薪资上面 我们是比较少的 但是为了要落实 这个劳动部所说的 他这个政策 是为了缩短工时 落实周休二日 这个政策目标 所以呢 时代力量这边 所提出的一例一架 才是真的可以缩短工时 落实周休二日 如果今天我们只是一例一休 那还是工时还是一样长 我们还是OECD国家里面的前四高 这个问题不会改变 因为其实在之前 委员会的各式的讨论里面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前几个月的一个状况 我们的工时并没有减少 因为我们砍了七天架 砍了七天架之后 你再搭配一例一休 根本不会改变现在的状况 所以为什么时代力量要提出 这一例一架 我相信 如果今天 民进党的委员 如果今天没有党的意思 我希望你们可以再 认真的思考一下 一例一架 是不是真的比较能够落实 我们劳动部所要达成的 一个政策目标 而不是 而不是只是 为了解决 现在我们企业界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今天 劳动部他的目标 是要促进产业经济发展 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的话 那我相信 这个一例一休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可是今天背道而驰 是我们劳动部的一个说法 政策目标 跟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不一致的 所以一例一架 请各位同仁 再仔细思考一下 谢谢 谢谢红委员 下一位请 林委员 长左 高陆委员 请准备 各位同仁 我想刚才 从永明到慈庸 其实把这个一例一架 跟一例一休的差别 大概都有跟大家分享 我想很简单 我们都了解 企业希望 可以有调整的空间 然后员工也希望可以加班 但是同时如果又要处理 这个他们的假期 没有减少的话 当然是你使用了 他这个假期的时候 他又可以补价 大概就这个意思 那我也希望在座各位的这个同仁 可以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是真正能够落实 他这个周休二日 那在这边我想我要回来 因为今天连大体讨论的那个机会 再登记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希望在这边 可以讲一下整体的这个部分 国民党在520以前的立场 跟现在的立场的这个不太一致 那再到民进党 但是他主要是承接 国民党本来陈雄文时代的这个版本 那像这个柯总招讲说 他有加入配套等等 我希望大家再想一下 社会大众对于民进党的期待 对于新政府的期待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民进党在外交政策上面有很大 我这边有很多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同仁 我们一起在工作都知道 民进党进去 在这个外交政策上面 包括新南向政策 包括跟欧美 日本的关系 跟过去 旧政府时代 要透过中国的这个想法 是整个思维的不同 两岸政策上面是不是也是这样 国民党用九二共识的方式 在处理两岸政策 民进党他可以 完全不接受九二共识 有新的思维 甚至于转型正义也是这样 不当党产也是这样 其实民进党在很多的政策上面 他不接受 不承接国民党 他的方式 他的方案 而是有一套自己新的方法 外交方面 两岸方面 转型正义方面都是这样 而在劳工权益上面 我相信有很多人期待 民进党在劳工权益上面的高度 跟核心价值 是就像你们在外交 两岸 转型正义上面一样 是有一套跟旧政府不一样的思维 而不是说 拿陈雄文的版本 来说加一点配套 我希望民进党的朋友 大家想一下 我相信大家好朋友 你没说看到Freddy 你说你这个国民党的同路人 我相信你没这样说 所以我希望你们就是 冷静的想 我为什么要把大体讨论的东西 在这边讲 因为前面没有机会说 我希望大家仔细想 你们会说 把九二共识拿来加配套 成为我们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吗 不会 你们会说 透过中国来加入国际组织 成为民进党的外交政策吗 不会 我希望大家可以 好,謝謝林委員 下一位,請高路移用委員 請黃委員郭昌準備 各位同仁,我想現在大家的桌上剛好都有便當 為什麼我們要吃飯,就跟我們為什麼要休息的原因是一樣 那我們談到這個休假的意義 其實無非是去思考我們的勞工能夠在身心健康的狀況下 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回到工作的崗位上 能夠帶動我們的台灣的永續的勞動力 可是呢,我們在過去的工廳會 不管是金融業,不管是科技業,不管是打工族 不管是我們的傳統產業的勞工代表 都反應了非常多的心聲 他們反應的是,如果砍掉這個七天甲 其實沒有辦法讓他們有充裕的休息時間 也沒有辦法 其實它也是等於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變相的工資減薪 所以他們才會一直在外面 不斷地在呼籲不要去砍他們的七天甲 所以換句話來說 從陳雄文那個時期 一直到現在 我們用一粒一休去換砍七天甲 也等於沒有辦法讓勞工好好的休息 剛剛有提到一件事情 說外面的勞工是時代力量的人 大家剛好搞錯了 外面的勞工團體是時代力量 所尊敬的社會運動者 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 他們代表的是人民的力量 我在這裡還是肯切地希望各位同仁 能夠站在勞工的立場下 因為工時的縮減對他們來講 是格外的重要 因為勞工有好的健康的身心 對台灣的進步發展格外的重要 那我在這裡還是不斷不斷地 希望我們能夠停止 互相的謾罵或揶揄 能夠好好的討論 好好的為我們的勞工著想 謝謝 謝謝高陸議員委員 下一位請黃委員 國昌發言 李委員燕秀請準備 剛剛Freddy上來說話的時候 多接了一分鐘 那這一分鐘我幫Freddy還 我會非常的簡短 我在第一次發言的時候說過 我們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在每一個場合 如果能夠為勞工的權益多爭一寸 是一寸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當兩例跟一例一休出現了嚴重的衝突的時候 我們在委員會裡面提出了一例一假這樣的可能性 我在委員會當中也不斷地說 這有沒有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折衷 那一方面讓雇主就一休假的部分 能夠保有一些彈性 在另外一方面 當這個彈性被用到的時候 又可以補修 那很可惜 因為今天其實在處理前面 第24條的條文的時候 已經通過了 大概就注定了接下來 36條表決的命運 那不過我還是要說 在一個法律體系當中 新創一個法律概念 叫做休息日 這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針對整個法體系 進行通盤的檢討 會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那我在委員會裡面 已經一二再再二三提出 這樣子的提醒 那我希望今天在最後 即使是執政黨的一例一休 通過了以後 那未來在執政的過程當中 省慎時事 如果能夠朝一例一架 先是兩例的目標邁進 這個都是值得 我們接下來 未來共同努力的目標 謝謝 好 謝謝 黃委員 下一位請李委員燕秀 陳委員移民請準備 謝謝 院長 在現場所有的委員 大家好 一例一休 從今年討論到現在 大概是民進黨窮洪荒之力 最大的一個力道 從這一屆上任以來 用最大的力氣 來對付在野黨的議員 今天當然也是 史上 所有全台灣900萬勞工 心裡 也代表他們最黑暗的一天 民進黨過去在選舉的時候 用最華麗的宣言 跟所有的勞團站在一起 跟所有的勞工站在一起 蔡英文說我們要解決台灣的過勞之道 我們要解決公時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給勞工實質的週休二日 試問一例一休 真的是給勞工實質的週休二日嗎 還是讓台灣公時更長 沒有錯 一例一休 它是一個加班的政策 它的出勤條件 並沒有比現在的加班政策更好 許多民進黨的立委 現在正在潑在臉上 包括時代力量也在罵國民黨 過去跟資方站在一起 所以過去民進黨批評我們非常多 沒有錯 國民黨現在調整我們的方向 我們也不斷在思考 到底我們輸在哪裡 所以到今天為止 在此時此刻 我們仍然堅持二日的版本 是最好的版本 我再一次強調 昨天晚上 蔡英文總統 總統令一下 所有民進黨在上個會期上一屆 包括柯建民委員 有二十二名民進黨立委 還支持二立的版本 但是 因為蔡英文總統令一下 大家轉了一個很大的髮夾彎 動用一千七百名的警力 包括三層的巨馬 把勞團圍在外面 不惜祭出黨紀 要民進黨的立委 一定要支持一立一休的版本 現在勞團正在外面 喊著每一個立委 民進黨立委的名字 試問大家摸摸自己的良心 走出去之後 大家如何面對這些長期 跟你們站在一起的勞團們 勞工們 一休一立 它是一個讓台灣 工時更好的 工時更長的一個政策 它是讓台灣過勞之島的惡民 只會更惡化 它不是一個好的加薪政策 我再一次強調 一立一休 它讓台灣的工時 只會更長 我再一次在最後關鍵時刻 第36條 還沒有表決 我知道在現場 還有很多民進黨的立委 我還是要再一次呼籲 我希望民進黨的立委們 摸摸自己的良心 過去你們有支持 這個惡立的版本 類似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陳委員 移民黃委員 韋哲 請準備 主席各位委員 我要再澄清一下 剛剛被王定宇委員 掐脖子的時候 救我的還有另外一個恩人 陳學勝委員 謝謝他 好 上次好像 蘇貞清 敲我脖子也是你舊的 謝謝 好 我現在稍微要講一下 蔡英文總統 她曾在2008年11月 在臉書發佈了 逼人民走上街頭的 才是真正的暴力政府 然而現在民進黨政府 似乎也在重蹈覆徹 走回頭路 如果政府能夠重視人民的聲音 又有誰會願意用如此激烈的方式來抗爭 對照蔡總統之前的話 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我們上週在青島東路 也是很看到不幸的事件 我們的柯總召 有被打到地上 不知道是真的假 不過不管怎樣 其實這種打 就是打在蔡英文總統 跟民進黨政府的身上 真的假的不是我講的 你要去看媒體的報導 所以要讓她警醒 面對公民真正的訴求 我在此呼籲民進黨以及小英總統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了 選前是騙選票了 選後就變了樣了 政黨的政治是責任的政治 如果民進黨一意的孤行 強行砍掉勞工七天的假期實施 一例一休 無疑是拋下過去街頭的戰友 將引來社會更強力的反撲了 執政黨口口聲聲的說 為了全國休下統一 勞工是心頭最軟最痛 所以把身上最軟最痛的器官 拿出來犧牲 現在國家休假如果統一了 那麼最軟最痛的器官 要怎麼彌補呢 如果民進黨敢面對民意 民進黨一例一休版本 當真如柯總召所說是 立法院內最好的版本 那麼請民進黨依照 蔡蘇嘉玄院長所言 解散立法院 讓一例一休爭議交由全國民眾來決定 好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黃委員韋哲 請林委員韋哲準備 主席各位同仁 現在我們針對勞動基準法第36條來發言 不過剛剛我們針對第34條發言的時候 讓我有被突襲的感覺 誰突襲我 我的學弟突襲我 既然是學長學弟 又幹嘛有那麼多政治算計 既然是學長學弟 又那麼要幹嘛那麼公於心機 我真的願意回到我們大學的時候 我們一起對抗國民黨的專政 國民黨的校園暴力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都不用政治算計 我想說的是 其實說4月8號跟現在有什麼不同 是有一些不同的 法案不同了 所以我們的主張是不一樣的 有人說 民進黨你砍掉七天假 你那個時候為什麼支持七天假 可是大家知道 已經很清楚地說了 在國民黨的所謂每週工作40小時 不合理的那個狀況 沒有配套之前 七天假必須先還給勞工 等到我們的版本 週休兩日的版本 出來之後七天假才能夠再改變 那時候不是這樣說的嗎 民進黨有那個時候說 是一套 現在又變另一套嗎 那當初國民黨就是 其實我說真的 以現狀來講 國民黨的每週工作40小時 是有進步的 只是因為它留有一個缺口 什麼缺口 老闆用變形工時 把每一天八個小時 砍成七個小時或六個小時 到禮拜六來工作 那樣也符合原先 因為國民黨的版本每週工作40小時 所以我們認為有這個缺口 所以我們改變了 用我們的版本是比較好 其實對於勞工的福利來講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今天有人說 週休兩例是好的 可能也會有人說 法國週休三例是好的 所以 在改革路上 只有一步一步的改革 所以不管是國民黨 不管是民進黨 不管是時代理黨 甚至親民黨 你們都可以認為說 你們的版本是比較好 但是何苦用政治算計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用 抹黑貼標籤的方式 也許你覺得 你的兩例 即使沒有彈性 但是比民進黨強制 強制可以休假 比民進黨好 但我們覺得 現階段 我們的判斷 是以利休讓勞工 有選擇的權利 而且得到 這個加班的機會 是比較好的 但是對於 謝謝黃委員 現在請林委員 維州 請陳委員歐珀 請準備 今天 這個還蠻 痛心的 就是說我們的民主政治 要變成在立法院外面 有人丟信號彈 然後強力的抗爭這麼多天 還要絕食 在我們立法院 我們要用佔領主席台 要干擾主席發言的方式 來做議事運作 這個其實還蠻可悲的 為什麼 我 我不得不講 國民黨以前提出 事實公實 只有一例 要砍掉七天架 民進黨全力反對 這個是事實 民進黨上台以後 一休一例 多了提出來一個 一樣事實公實 提出來一休一例 所以認為 有比較好了 所以也可以把七天 國定假日砍掉 這是你們的想法 到底哪一種是最好的 老實講 要經過討論 我們最 感覺悲哀的是什麼 我們根本沒有討論的空間 勞團 也沒有辦法把他們的意見 可以進到立法院來 立法院 國民黨 的意見 實力的意見 親民黨的意見 也沒有辦法 在所謂政黨協商的時候 達成一個凝聚共識的版本 我們做不到 所以我們 到最後 我們有提出很多 妥協修正的版本 簡單的跟大家講 這三件事情是配套的 事實公實 一休一例或 兩例或 一假一例 還有特休假 還有 七天國定假日 要不要砍 這幾件事情 是一個配套 有很多的排列組合 有一例 不砍七天假 也有一假一例 提高特休 不砍七天假 也有民進黨的 一休一例 砍七天假 這種排列組合是很多的 但是我們最擔心 最痛心的是 我們根本沒有一個空間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討論 凝聚一個共識說 哪一種配套 是勞工可以接受 資方也可以勉強接受 對台灣的經濟發展 不會造成重大傷害 我們去搶出一個配套 一個凝聚共識的版本 我們沒有這個機會 這是台灣的悲哀 我不得不 好 謝謝 謝謝 林委員 最後一位 請陳委員 《新幾岸報告》 主席本院同仁 我 第八屆進來的立法院 現在是第九屆 第八屆 國民黨執政 民進黨少事 是在野黨 第九屆 民進黨完全執政 當然 完全負責 在今天的議場 在没有办法说服彼此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认为彼此的相分尊重更新重要 我们立法委员的天职 应该是要维持法律的平衡 维持法律的平衡 维持法律的平衡 労基法的修正 攸关劳工的潜意 也攸关雇主的潜意 更攸关台湾的经济发展 我想我们身为立法委员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当然也有经过一关思考 有经过一番的讨论 经过这么多天的冲击 此时时刻 我相信 没有一个政党 也没有一个个人 可以凌冽我们的意志 来做这个法律的平衡 刚刚有他党的委员 说民进党 要避免用党纪 用各种方式来凌驾 本党的立法委员 我在这里我也主张 民进党已经完全执政 完全负责 我期待民进党也能够完全开放 完全尊重 本党同志 对法案的审查 我也跟时代力量的朋友 互相勉励 民进党所提的版本 是属于对劳工进步的法案 我个人支持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一步到位 我们这个时候 需要来考量多方的问题 为了台湾的前途发展 我个人 即使可以减少一点理想性的 马上的实现 但是我们希望 大家彼此的尊重之下 让这个法案 能够在理性 充分沟通之下 彼此尊重自己的决定 我们来通过这个法案 谢谢 好 谢谢 李委员 现在所有登记 发言的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报告案会 现在要进行处理 针对 本条之表决的顺序 第一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第二 亲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第三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第四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第五 委员 李燕秀等三人 修正动议条文 第六 时代力量党团委员会 之修正动议条文 第七 审查会通过条文 第八 行政院提案条文 第九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条文 第十 亲民党党团提案条文 那么 我们会依序进行表决后 如果 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的案 那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表决 那么 现在 针对国民党党团 提出的修正动议条文 有民进党党团 国民党党团 要求 记名表决 我们现在开始表决 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费国民党团 民進黨會所有的工作方式 主席 岳委員怡君聲明對剛才之表決 與民進黨黨藝經一致 列入公報記錄 民主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不通過 現在我們來處理 親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針對親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有民進黨黨團 國民黨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我們開始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時間到 boundaries 時間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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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形成的 時間到處理 進運 transformer 接著 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针对亲民党党团修正动义条文表决结果出席100人赞成40人反对60人去全林人赞成者少数亲民党党团修正动义条文不通过 接着我们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义条文 针对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义条文 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我们开始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接着我们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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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计 针对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义条文表决结结果 出席65人 贊成5人 反对60人 去权0人 贊成者少数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接着我们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针对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民表决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记民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